上午11點 店都還沒開 就先排起長長的人籠 是演從高雄 特地來這邊 在這邊品味 品嘗吃午餐的 之前我來吃過了 超好吃的 然後我們的朋友 都沒來吃過 所以是我極力推薦 請1號到10號 從前面來 跟著叫號聲 陸續進入到店裡 不到一分鐘 整家店已經坐滿 平常日的中午 就可以看到 我身旁的工作人員 忙得不可開交 這裡是嘉義市一家 非常知名的砂鍋魚頭店 他們替商圈 帶來了消費者 同時帶動了商圈的商機 因此也成為 地方創生的重要推手 一整天的客人 從沒停過 這家砂鍋魚頭店 是嘉義市區 最有名的小吃 還代表台灣 入選Netflix的美食節目 世界小吃 吸引國內外大批遊客 即使疫情 讓不少餐飲業者苦哈哈 他們靠著宅配和外帶 以及外送等多元服務 業績逆勢成長一成以上 幕後的推手 則是第三代領家會 外送民奶剛好解決了 我的客人的痛處 因為我的客人 像在地客人 他可能假日 他可能沒辦法來買砂鍋魚頭 因為他平常可能十分鐘 他就可以買了 可是他假日可能等個半小時 多元的服務模式 牢牢抓住新舊顧客的心 同時還把製作宅配訂單的 中央廚房重新活化 外觀到內裝全都由自己設計 假日沒有生產的時刻 我就希望這個空間能提出來 讓我們的顧客 可以在裡面做一個享用 主打一人套餐形式 因此也導入新的點餐系統 而這些做法 都是為了打造一個 讓年輕人不需要北漂 也願意留在家鄉的工作環境 我們販賣的並不是 一個單單的一個產品 我們販賣的是一個 屬於城市的記憶 城市的味道 不只自己生意做得好 林家會不藏私 串連附近店家做美食地圖 一起帶動街區的發展 手工製作的豆花淋上香甜濃醇的豆漿 豆漿豆花可以說是來嘉義 一定要必吃的美食 八年級生的老闆陳品安 大學畢業那年創業 選擇在這裡落腳 這條街區有我們的民店 我們林聰明砂鍋魚頭 他所帶動的一些人潮 然後我們就想說來到這個中正路 砂鍋魚頭民店帶動人潮 讓五六年前 還沒有什麼店家的中正路 開始熱鬧起來 同樣進駐的高人氣伴手禮 方塊吐司 也在砂鍋魚頭的旁邊 近來更是一起合作 最近我們推出一個 比較特別的口味 就是跟我們隔壁的 林聰明砂鍋魚頭 算是異業聯盟的一個新口味 鮭魚肉 然後以及林聰明的內餡的配方 以及他們的沙茶 小巧可愛的方塊吐司 大小就跟魔術方塊一樣 顛覆傳統吐司的概念 二十多種不同口味 每個內餡都不一樣 雙城從鹿港來買 最後這裡買了三代 這條中正路的生態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吃完燒過魚頭 去吃甜點 平安豆花 然後回去家鄉之前 再來我們這邊買個方塊吐司 做個伴手禮帶回家 這樣就是完美的 嘉義小旅行的結束 人潮一路從中正路 延伸到後面的新中階 使用鮮奶和麵粉做成的麵糊 加上新鮮雞蛋 還要多下一道功夫 現在烙的就是我們最新推廣的 是阿里山四寶烙印 對啊 它上面有我們的阿里山 然後火車 小火車跟日出 成立三年多 已經是IG上的熱門銅板美食 每天的訂單都接不晚 而這家文青感十足的 雞蛋糕小攤 是由三位年輕人一起創業 我是嘉義人 然後還是覺得得回家 為家鄉做一點事情 中正路的街區 從三代傳承的砂鍋魚頭名店 帶來人潮 讓更多店家進駐 進而培養出新的熱門店家 各自的粉絲互相加成 吸引更多消費者來訪 改變了老街區的風貌 看見新的火力 三粒新聞 于城湖 呂培軍 嘉義 採訪報導